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喝的冰镇酸梅汤 酸酸甜甜 冰爽解腻 学会就可以出去摆摊了 准备30克乌梅 25克冬枣 5克陈皮 2克甘草 10克山楂 8克玫瑰茄 全部装在纱布袋里 把口扎紧 这样不一漏更方便 用清水清洗清洗 把材料包放到锅里面 加入2500毫升清水 喜欢味道重的加2000毫升清水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沸腾后转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了加入100克冰糖 搅拌至冰糖融化 然后自然放凉 把材料包拿出来 加入桂花搅拌均匀 装在壶里 放冰箱冷藏一下味道更好 做酸梅汤自己一样一样搭配材料真的太麻烦了 有了这个搭配好的原料包 做酸梅汤就非常的简单了 想喝随时就能在家自己做 我们的冰镇酸梅汤就做好了 酸甜可口冰冰凉凉的 真的太好喝了